当年,卢靖山接到吴京电话 你可以来做我的女一号吗? 卢靖山疑惑地问需要拖吗? 吴京随后一句话让卢靖山爽快点头答应 2016年,吴京筹拍《战狼2》 由于吴京的名气低,没有找到投资商 无奈吴京卖车卖房做抵押 甚至把妻子谢男的嫁妆钱都搭上 才凑出了6000多万 历经千辛万难吴京终于等来了开拍 不料女主却坐地起家 不加60万这部戏就不拍 这一幕像急了新娘子不愿下车 在临门一脚抬架,吴京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叫嚣 当即回绝了,随后便给好友卢靖山打去了电话 我需要一个女主,你可以来帮我吗? 卢靖山心生疑惑 经德做事一向利索 为何电影开拍还在找女主? 卢靖山下意识地问了句 需要我拖吗? 听到卢靖山的话,在场的人都笑了 吴京直接回复 要拖也是我拖,不会让你拖 卢靖山连片酬都没问 直接一口答应 不料占完二一斤播出 票房直接封点 吴京赚得盆满钵满 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吴京拿出了八十万打进卢靖山的卡里 对于他来说 卢靖山临危不乱功不可没 这些钱也算是心意 卢靖山也凭借此剧受到歌手韩庚的喜爱 两人缔结良缘 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知道曾坐地起价的女主谢家文有没有后悔 因为自己的眼光短浅而断送的大好前程 仅是煌出事的 对 movie人 etiqu好 仅是煌出事的